那么有很多人就不清楚就说 南上班和百上班 是不是一个民族 都是同中同云 跟我们国港汉族一样 就说跟我们国港汉族跟国内的汉族一样 无差别的 都是同中同云的 都是上族 那么为什么会分别为几派人呢 那首先我跟大家介绍的一个问题就是 昆沙时代 昆沙时代它是要独立进国 独立脱离敏定 进一个上国 结果没有搞成 大家也知道 被我们少数民族跟这个大民族一起把它揍得比其令中 结果没有吃到什么听头 就失败了 失败的这个教训呢 也是很沉重的 首先是割葬土地 割葬了很多土地 第二是 被敏军无情的打压 分成几派 所以克星帮呢 可能不走这个脑路 但是最近摆上帮 感觉又有点 怎么了 但是 很多人说 他的动作是什么 他发表的内容 发表的文章 大家也看过 他就说 直接要向敏军开战 他有没有这个实力呢 没有啊 百上军要跟敏军开战 他这个力量的迅速太大了 他几千人跟敏军开战 而且他的作战能力 我们也知道 他跟我们 民地民族民主同盟军不是一个档次 那么 他为什么敢 以民族 较增呢 那有两个云 第一个 就是 有四季在跟他撑要 四季家跟他是 同中同允的 也是上族 其实是 二哥这里 也是在帮助他 要什么 搁什么 就要能打 所以 很多舆论呢 我们就要相信 十四求是的去 论证他 所以 最近呢 就是明白了 就是 这几家武装呢 可能会在 就是 六月份 到七月份 可能会 有这个大规模的 这个军事冲突啊 我现在是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那 大家也知道 他 敢跟这个敏定 叫绑 直接向敏定 敏军开战的话 可能就是 已经做足了 充足的这个准备 是不是 所以的话 可能会有大动作 就好 我要 再次 没有 没有